茶餐廳文化真是可以的 茶餐廳我記得豆爺也說了幾次 那個姐姐 我不是主要是吃魚蛋粉麵的 那個姐姐說她很臭 把單位飛出來吃 哦是呀 炒了啦 我拿開他的耳朵 我懷疑那個老闆也有聽過你的節目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真的說完之後 一星期真的消失了 如果你認識的下次打聲招呼 送多兩粒牛丸給我吃 下生仔就是你 我認得你 對不起 雖然通哥沒說過這個題目 但真的很討厭 但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我剛剛說的那種 哇,他真的是飛的 就是說叫完東西進來學你的 什麼? 很害怕 先等一等經 牛腩河粉多腩汁 然後他又不回單 有時候你知道 牛腩河多汁是不是 有時候回單 大家有個安心 有時候我都懷疑我叫他多汁 他不幫我加 很糟糕 千萬不要加 他會笑說外面三個桌子扣汁 小心 因為你會看到那張單 平時如果多汁 會寫明的 其他姐姐放 可能會有一個汁字 對 他放沒有的 所以我懷疑可能他也不幫我 我會說 多汁字扣汁 阿姐沒有汁啊 幾十歲你為什麼要多汁啊 我不知道 多汁就靠你了 對 有一個汁字扣汁就靠你了 前晚不知道是不是想多了 回家樓下茶餐廳吃飯 後來我慣常都不知叫什麼 那間茶餐廳 都知道 酒蔥嘛 知道 後來每次都叫他一杯凍檸茶 怎麼來了一杯 就真的 怎樣 灑蔥的你杯凍檸茶 慣常小甜小冰 來到一杯 沒有冰的 怎麼整杯滿 你說少 我真的不敢喝 你說少 後來我就覺得不行 後來放在牛仔裡不敢喝 後來再叫他 阿姐剛才說小甜小冰 為什麼沒有冰 你說是不是要啊 要我加給你 然後整杯我不敢喝 我吃完一天就去吃飯 你說是小蔥 不是酒蔥 可以 你杯凍檸茶吧 廚子切好了 最黑人的那種 之前也分享過 一坐下來 什麼都沒做 真是很討厭 要什麼 不是啊 不是啊 自己數吧 KRCO 自己 對 這是最討厭的 不好意思 阿通哥 慢慢 每次一說這個 我給你一口 對 我很討厭 老包 你知不知道 有時候 你吃一些好一點的餐廳 經常都說的 那叫Service Charge Service Charge 就是有Service 我們之前在一集說過 你沒有Service 你何來收我加益的Service Charge 有一次我吃一間餐廳 免得開名 他是吃上海菜 但他不是便宜的 我們那天兩個人要吃過千的 已經算是高級 兩個人過千也算是高級 高級 已經算是入了高級的門檻 我真的很失望 竟然你兩個買單要成千元的餐廳 進去 他也是把那些人扔了QRCO給你掃 是 他直接一進去 他那張東西還是什麼呢 很小的 是 一張這樣的單仔 單仔 拆起來 可能他是那些機器 像Faxe一樣 弄出來的那種 就這樣扔到桌子上 自己下一下 然後我說 不是吧 你明明那個落差感 你去到半島酒店 叫你掃QRCO 你不是先貼QRCO 那我用不上來這裡 對 你塗機器就說 他四季會不會這樣 好 然後他掃完之後 我另一半去 因為他成功太快了 那QRCO呢 因為他那張紙 平時QRCO也是大張一點 一張很小的紙 拆起來一塊 然後我就想怎樣 然後有另一個男士 我猜是經理 他比較好 後來我就說 可不可以給餐牌來看看 然後原來是有餐牌的 他說第二本餐牌 好很多 因為整個餐牌 你可以看到 它的送菜 的樣子 主打什麼 感覺是兩回事 什麼時候都說的 QRCO 你看不到那些 看不到的 除非你心想 有幾樣東西要吃 黑餃燒賣 我是那樣的 那就算了 但你要去到一間陌生的餐廳 你一定要看餐牌 一定要看餐牌 看那些相片 了解它什麼 你才能下單 你看它的封面是什麼 你起碼知道它主打什麼 有時你知道QRCO 你根本看不到 而且它不是每一碟菜都有玩偶的 它只有文字而已 還有時你去到某個位置 其實說客氣的 你是按不到的 我選擇了所有東西之後 然後我永遠進去問你 怎麼按 是啊 為什麼按不到 你覺得遮住了 我電話那個就遮住了 說過可能又彈了一個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經常發生 就是QRCO 說寫著沒有片皮額 沒有理由的 一定有啦 這間店做這些北京的東西 對不對 舉手 想問一下 還有沒有片皮額 有 你明明說 那如果我不問的話 我就吃不到的 對不對 最後賣單是一千多元 價錢都預算了 但是很失望 真的很失望 你吃得不順 我猜不到一間過千元的餐廳 都是扔QRCO給你去掃 就算你真的用QRCO 其實不如這樣 一個提議 你將QRCO 可不可以 我不懂 其實我最難以為是這樣 夾在餐牌那裡 一起放 說完名字 有一間餐廳 壽司什麼 對 Excelerda 那間OK 整個iPad給你 那間我OK 我覺得OK 我自己下單 不過是你提供軟件硬件 沒錯 我這樣看著 我覺得開心 還有螢幕大 在上面看 螢幕夠大 不然平時我們手機 第一 我們都說過 手機會沒有電 相機會壞 有時候外場收不到 你叫我 你又不給我WiFi 那間壽司廊 大家都知道 整個iPad 很大 我左也有 然後就放在那裡 那條龍 長到什麼 我任何時間去看看看看 我真的嚇怕了 早吃飯 多數四點幾 其實來了已經很多年了 真的沒人試過 所以那個秘訣就是什麼呢 上次我吃的時候 就是先拿了位置 因為本來我們都要去逛街買東西 拿完位置 走著一個小時 對 對 因為它有App 看著 叫到哪個號碼 你看到差不多只剩10個 你又開始走過去 走過去了 有一個反建議 就是給我一個電子餐牌 對 這樣就好一點 我一直看 我可以讀 但比我舒服 又不要用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又不知道收不收到 有些廣告遮蓋 如果你連接按鈕 而且它的介面做得不好 你看壽司狼 它整件事是很漂亮的 每件壽司都有樣子 這個最好的 你全部看到你待會來的東西 就是什麼 所以這就是一個經歷 還有一些QR O曲 就是點菜那些 我戴了老花鏡 我看不到 我真的不是說真的 他小到我戴了老花鏡 我難看 又不夠光 很辛苦 你沒什麼耐性去看 如果有時候 你又生氣又餓 你餐牌可以慢慢看 看完再喊 但是你一給你一個QR O曲 我沒有什麼耐性 沒什麼心機的人 沒什麼氣氛 隨便隨便 隨便購買幾樣 購買幾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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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明白 豆爺 不是說花千多元 花千多元就大了 絕對不是這樣 期望跟我很大落差 當然 你去這些所謂高級的餐廳 起碼都會有些人服務你 就算我當你叫我授QR O曲 你是不是都可以 先生 我們的餐牌在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下單可以用QR O曲 你這樣也算是完全不同 你起碼有個招呼 但他撐牌都沒有 一來 自己送 尾音都走 自己送QR O曲 他懶得服務你 後來我跟另一半又說了兩句 搞錯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到 後來他有個男經理又過來 可能他又看不上 不要那麼離譜 後來那頓飯之後 也挺客氣的 看到那個嬉嬉靈石 要不要白飯 就開始客氣一點 一開始不是的 一開始很囂張 要不要 QR O曲 阿通哥 你要不要 很囂張 很囂張 不過就是這樣 我相信自己也有同感 你們下來 佐端 我告訴你有一間 是上樓的餐廳 沒有人的 那裡只有電腦和QR O曲 人都省了 出名 給你餐牌的 可以的 價錢是適中 這麼好 下午很多人吃 但是一過兩點後 沒有人的 那些下午茶都很大份 適合的 這個必然是你的假期飯堂 因為有個朋友 很久以前帶過去 我上次也裝過 都可以 依然在這裡 保持水準 保持水準 有機會我告訴你 好 真的好那間店 不是太多人 但午餐廳是很多的 一定不要午餐廳 先避開 那些餐廳是全日供應的 你下午三、四點 你當下午茶吃 又可以 什麼都可以的 我發現我有兩個話題 一說就穿了 第一就是QR O曲 第二就是的士佬 你不要拖我錢 這兩句話題 的士佬真是值得的 我一說就… 我沒有話題 因為為什麼呢 我身材這麼多人 說一次就有 我有幾次做完風子 我要立刻 因為我住大圍 我要飛回家 接我兒子放學 過程也要兩百多 坐得都不要緊 我只坐上去 幾次都是這樣 麻煩大圍 不在 我載你去馬頭 我載你去警署好不好 幾次都是這樣 搞得我叫Uber 你經常說要倒閉Uber 是你逼我搭Uber 對 後來試過一次西港城 又是跟兒子一起 打完這場陀螺之後 比賽 反正要去 下場 因為出了局 出了局 我要去其他地方追 然後就說 葵芳 葵芳還有 葵芳要拿到這一屆 今天要拿冠軍 葵芳站沒什麼人 我們飛去葵芳 的士路 我試過一次 麻煩葵芳 葵芳也不去嗎 很棒 重點是 這期不是便宜 這期貴都不肯在那一刻 你真的不去 然後很多次晚上 晚上 我肯中環金鐘截的士 翻車 那些很難 永遠都是一個答案 我載你去港澳碼頭 那我為什麼要轉車 神經病 我試過一次 終於忍著 算了你載我去金鐘 反正沙中線飛回去都四個字 你逼我搭監工具 我真的試過搭的士轉車 就是那時候我新界 我那天還在做TVB 遲大到 那我不管了 我看到那條街 那天零射找不到紅的 我隨便上了一輛六的 然後發覺 哎呀死了 過不了去的 去不了 然後不知道在中途 他載我去第二個的士站 下的 再轉一輛紅的 真的試過這樣 人都瘋了 那天不可以和我飛起 那天真的 因為不能過到街 因為違法 不好意思我想陸的 我去大嶼山 麻煩你 我和你轉過藍的 我和你轉過藍的 好像不行 不行的 是不是可以進去 我不知道 應該是怎樣轉 大嶼山上藍的 師傅麻煩你去九龍 麻煩你 尖沙咀看一場戲 麻煩你 好像是去到以前 和邪的陸的 現在和邪不行了 只能去到沙田威爾斯 沙田威爾斯 沙田威爾斯最接近的 我想回皇江巴士站 麻煩你 我回大學的 不好意思 也沒有 扯遠了 扯遠了 回來了 也是茶餐廳 也是茶餐廳 茶餐廳 這次就是香港人 不要經常說內地 我們很公正 很公平公正 就算是內地也好 一小撮 並不代表全部 不過一撮都挺大的 因為他人口多 所以小撮都是一大撮 而且始終異地文化的距離 這個我明白的 不好意思 再插多一句 我今天就是乘的士 又是這樣 又被幾個大學人 在前面搶了我的的士 真是賣掉 生氣到… 生氣到… 不要生氣了 閉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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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氣到你很生氣 不好意思 我收回 我第一次不想說錯話 生氣到我 已經很趕時間 一幾個大學人 就在那裡 Taxe 還要他們那種態度 我們通常是這樣折 他們不是的 他們是這樣 這樣 就是這樣 大野這樣 可以繼續請到 看你知不知到 因為我有時候 我很害怕跟他們相處 其實我還會說 在排隊 但是你知道內地人 他們是比較正 你一句來 第二句他就抄籬嘴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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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總之不說